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李永乐老师 最近有一部电影《中国机长特别火》 讲述的是一架客机在空中遇到了危险 挡风玻璃破裂 客舱施压 结果在飞行员的神操作下 这架飞机安然地降落在地面上的故事 其实美国人特别喜欢把真实发生的空难改变成电影 比如说阿波罗13号宇宙飞船在太空中爆炸了 结果在宇航员的神操作下几个人都安然地回到了地面 那么美国人也把它拍成了一部电影就叫《阿波罗13号》 大家如果有兴趣也不妨去看一下 那么看完这部电影之后 很多小朋友就问我说 客舱施压之后人都要戴氧气面罩 人为什么需要氧气呢 如果没有氧气 人的身体会有什么变化呢 刚好最近的诺贝尔生理学奖就颁发给了三位科学家 以表彰他们在研究细胞感知氧气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那我们今天就在研究一下 人的细胞是如何知道缺乏氧气 又如何去调节这个过程的 我们首先先来说一说氧气有什么作用 我们的身体为什么需要氧气呢 我们都知道没有氧气我们就憋死了 但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氧气呢 我们知道我们吃了饭 这个饭里面有很多的物质可以转化成葡萄糖 那么这个葡萄糖它可以为我们的身体提供营养 提供能量 但是葡萄糖自身直接是无法提供能量的 它必须要和氧气结合 在氧气的作用下葡萄糖就会转化成ATP 叫做三菱酸腺肝 三菱酸腺肝这种物质是我们身体内最重要的能源 那么它是可以被我们的细胞利用的 比如说我们的这胳膊要收缩 肌肉要收缩 就需要使用到ATP 它是我们身上最重要的能源 当然还会产生比如二氧化碳 还有水等等 那么假如说你没有氧气了的话 那么葡萄糖不能通过这过程转化成ATP了 你的细胞就会饿死 那么细胞饿死了人也就死了 对吧 所以我们必须要氧气 那么如果说一个人处于一种缺氧的环境下 缺氧的环境下 他又会如何应对呢 首先最直接的一个反应 如果缺氧人会怎么样 人会呼吸加速 对吧 呼吸加速 呼吸加速就可以吸入更多的空气和更多的氧气了 对吧 那么除此之外还可以怎么样 还会心跳加速 因为我们知道心脏是控制血液循环的 心跳加速之后会有什么结果 血流就会加快 对吧 血流就会加快 血液流速加快了 这样一来 让血液输送更多的氧气到身体各个细胞 对吧 但是这只是一个短期的效应 如果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缺氧环境下 比如说我们在高原上 高原上空气稀薄 氧气少 这个时候身体又会有什么变化呢 我们身体非常聪明 这个肾脏会产生一种物质 这种物质叫做醋红细胞生长素 英文写作EPO 这个醋红细胞生长素可以干嘛呢 跟它名字一样 可以促进红细胞的产生 它会告诉骨髓 告诉造血干细胞 说现在我们缺氧了 你多给我产生一些红细胞吧 在它的作用下 造血干细胞工作产生了更多的红细胞 红细胞多了之后就可以携带更多的氧气了 对不对 所以就可以调节我们缺氧的这么一个情况 有些运动员他们为了让自己的运动成绩提高 人工去注射这种醋红细胞生长素人造的这种物质 打进去了之后这种生长素会怎么样 会使你的红细胞增多 所以你携带氧气的能力增强了 这样一来你的耐力就会增强 就可以取得好成绩 所以它也是一种什么 兴奋剂 也是一种兴奋剂 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 芬兰有一个滑雪运动员 名字叫门蒂兰塔 他在奥运会上拿了三次世界冠军 然后又在市井赛上拿了两次世界冠军 所以有人就觉得这个人他一定是打了兴奋剂 因为他的红细胞含量比别人高了20% 所以就反复地去查 结果查来查去发现好像都没有打兴奋剂 为什么呢 原来是他们家族200多个人都这样 他的这个醋红细胞生长素的基因特别厉害 比别人要厉害 所以他天生红细胞就比别人多 所以这个不能算兴奋剂 你自己产生的不算 如果你打进去了 那就算兴奋剂了 除了这个醋红细胞生长素以外 人在缺氧的环境下还会产生另外一种物质 叫做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它也是一种蛋白质 英文简称叫VEGF 这个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干嘛用的呢 它可以促进血管的生成 可以产生血管 这是毒血还是毒血 这个血管 这血管它会变多 血管变多了之后就可以使得这个氧气 能够达到更多的部位 所以你的细胞就不缺氧了 所以在寒冷地区 高原地区生活的人 他们的血管这个丰富程度 其实比普通人要多一些 总而言之就是人的身体会知道说我氧气缺乏了 所以我要做出相应的反应 但是问题是在缺氧的时候 人们怎么就知道了氧气缺乏呢 那么我们这个身体有没有什么一个氧气浓度探测器 它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知道了这件事 又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来促进这些生氧基素生长的呢 这个其实开始人们不知道的事 那么最近诺贝尔奖颁发给的这三位科学家 其实就是弄清楚了这件事 我们称之为氧气的细胞感知 就是从细胞的这个层面 它怎么就知道现在氧气到底是够还是不够 那么这三位科学家都做了什么呢 首先我们现在来说第一位科学家 他的名字叫做西门扎 西门扎 他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位老师 西门扎这位科学家发现了什么呢 我们知道人能够产生各种各样的蛋白质 是因为人的身体里面有基因 基因去控制相应蛋白质的产生 但不是说你的基因里面有这一段 你就一定会产生这种蛋白质的 就好像一个工厂 它有很多很多种商品的这个图纸 但它不见得生产 生产什么是靠老板一句话决定的 同样道理 这个基因能否进行表达 这是有调控 有开关的 那西门扎他其实就是发现了一个开关 这个开关叫什么呢 叫做缺氧诱导因子 这个缺氧诱导因子就是他给命名的 叫做HIF 发现了这样的一种因子 说这个因子它就是某一些基因的控制开关 某一些基因的老板 它可以在缺氧的环境下 就假如说这个环境它缺氧了 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告诉基因 基因是什么 就是DNA上面的一个片段 表达的一些含义的片段 它就会告诉这个基因说现在缺氧了 然后你干什么 你就开启表达 这个基因就开启表达 我们就按照这个图纸生产 生产什么 生产蛋白质 这些个蛋白质都是跟氧气有关的 比如说像这个EPO 这个EPO它可以促进红细胞的生长 再比如说这个VEGF促进血管的产生 这样一来它就可以产生更多的氧气 对吧 就是可以使我们的身体氧气含量恢复 所以在缺氧的情况下 这个HIF因子它就会启动基因的表达 让基因合成更多的蛋白质以生产氧气 这个就是第一位科学家西门扎他的贡献 紧接着另外一位科学家 哈佛大学的凯林 这个凯林他发现了另外一件事 说什么事 说诱导因子 应该是在缺氧的环境下才能够启动基因的表达 但是有一种病人 这种病人他患有一种疾病 这个疾病叫什么呢 这个疾病叫做VHL病 这个VHL病叫做冯西佩尔临道病 是以前的两位医生发现的 这种病的人他特别容易患肿瘤 而且这个肿瘤里边充满了血管 他身体体内的这个EPO含量特别特别高 这怎么回事呢 后来人们发现这是因为他们的基因变异了 这个VHL基因变异了 造成他们缺少一种蛋白 就是VHL蛋白 他缺少了这种蛋白之后 本来只有在缺氧的环境下才能工作的这个HIF因子 在复氧的环境下他也能够工作 就是说在氧气浓度很高的时候 正常的时候他也可以启动基因的表达 也就是说不管你是不是需要氧气 我都启动基因表达 然后我都产生了很多的这个EPO和VEGF 产生了很多的红细胞 很多的血管 这样一来你患有肿瘤了之后 你那个肿瘤里面就会有很多血管 是吧 就解释了这么一件事 凯琳发现这个事之后有科学家就想 说你看这个VHL这种蛋白质 它会影响到HIF因子 所以它们俩之间肯定有一种作用 对不对 但是这个作用到底是什么呢 最终这件事是由牛津大学的一位科学家 名字叫做拉特克利夫完成的 拉特克利夫 这个科学家他发现说正常的人 没有患有这个VHL病的这种人 他在复氧的情况下是不会启动 这个HIF的因子是不会启动的 说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他说从分子层面上讲 HIF在负氧的情况下氧气有很多的氧原子 对吧 有很多的氧原子构成氧分子构成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HIF因子它会和氧气结合 因为它本身分子上面有氢 氢和氧液结合就是氢氧 氢氧在化学上叫做氢 形成氧气 形成氧气 好 它在负氧的情况下 这个因子会被氧气化 那么在氧气化了之后 它进而又会结合什么呢 又会结合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VHL蛋白 它又会结合上VHL蛋白 就是你只有先跟氧结合变成氧气了 你才能够结合VHL 这是化学上他研究清楚的这件事 好 研究完了之后 然后又会怎么样呢 在它结合了氧气和VHL蛋白质之后 它又会身上挂着一大堆的链 这个链是什么呢 这个链叫做泛素标签 这是一种小蛋白质 你把它挂上了之后 我们就称之为你被泛素化了 你被泛素化了 但是标签的前提是要有VHL 被泛素化了是什么意思 大家可能不太明白 就是我们的身体内部 其实有很多不需要的蛋白质 这些不需要的蛋白质 就会被这个打上泛素标签 而且你一旦打上一个 周围的泛素标签也都过来了 你就会打成一串 打上泛素标签之后干什么呢 身体内部有一种特别大的桶状的蛋白 特别大桶状的蛋白 带盖子 这种蛋白叫做蛋白煤体 蛋白煤体 这个蛋白煤体会怎么样 它专门用来消化那些 你不需要的蛋白质 你一旦打上泛素标签了 泛素标签到这个蛋白煤体的这个口这 这个口一检查 你看 你是打上泛素标签 你是垃圾 对吧 所以你赶紧进来吧 我是垃圾桶 所以它就会钻到这个蛋白煤体里边去 蛋白煤体里边有一些消化蛋白质的煤 这些煤就会把这个蛋白质给分解 分解成一大堆的氨基酸 然后用来干什么 用来做新的蛋白质的原料 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发现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HIF就被分解了 就被分解了 HIF一旦被分解了 它就没有办法钻到基因里边去 启动这个蛋白质的表达 再造出这个醋红继胞生长素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所以人的氧气含量就不会提高 对吧 反过来说如果你缺氧的话 你没有氧上面的过程根本就不能完成 所以你就会进到这个基因里面去启动这个表达 使你的氧气含量恢复一些 所以你看这个人体内部的生命机理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说那我们研究的这样一个图谱有什么用呢 咱们可以想象 人体可以感知氧气的多少 从而做出相应的调节 但是有的时候人的身体会出毛病 比如说贫血 贫血就是血红细胞少 对吧 那怎么办 贫血的话我们就可以促进底下这个过程 让缺氧月的因子更多的发挥作用 氧气浓度增加 对吧 所以我们就可以治疗贫血了 对吧 那么还有的时候 人的身体里边不需要这么多的血液 比如说肿瘤 肿瘤的内部需要很多的能量 所以肿瘤内部其实有很多的血管 我们有没有办法让肿瘤内部的血管全都断掉 然后让肿瘤饿死呢 我们就用上面这过程 我们使得这个HIF尽量的被泛素化 然后被蛋白媒体给干嘛 给消化掉 这样一来肿瘤内部就会因为缺氧而饿死 对不对 所以这也是一种治疗肿瘤的一种方式 所以治疗肿瘤的方式最近几年发明出了很多种 比如去年诺贝尔奖就给了那个PD-1 那也是一种治疗肿瘤的方式 那么现在我们通过这种饿死肿瘤的方法 又找到了一种方式 说不定很快就会有更多的癌症 能够被人类所攻克了 其实生命科学是世界上最深奥的科学 我们对于自身的了解 远远没有我们对于太阳的了解多 我们知道太阳从哪里来 太阳如何演化 太阳最终会变成什么 但是我们却不知道生命从哪里来 我们对于生命的演化也知之甚少 在20年前就有科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 的确 最近这20年生命科学每天都有长足的进步 我们现在去翻一翻中学的生物课本 跟20年前的生物课本差别是非常的大 我们希望生命科学有更快的发展 能让我们在有生之年看到癌症被攻克 生命科学也是对人类最重要的一门科学 因为当我们晚年的时候躺在病床上 我们绝对不会去关心物理化学或者计算机互联网 我们更关心的是不是有一种新的药物 能够治疗我们的疾病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在YouTube帐上李永乐老师里订阅我 点击小铃铛可以第一时间获得更新信息